新直来联盟TPBL迎来元年首场开幕战 否则魔伤梦想家在四家主场 对战新北中信特攻刚开赛 施金瑶就用文化的这颗三分 放进新联盟第一颗星球 双方在主力空位 小岳安 林伟汉都阴上缺战的情况下 梦想家宝出巨人阵力 中信特攻 面对梦想军团内线的棚墙铁壁特攻 河南逃到便宜 尤其大币在进取的威赫星 频频送出麻辣火锅 发生15周围加 特攻在进入中场前陷入得分狂 还是得靠顶哥出来扛 球交给大房东准没做 中信在上半场一度取得把分领先 梦想吉娃娃及时跳出来 只有两边各砍进一颗三分 帮助球队在进入第三节前 取得两分领先 阿吉 外先右 达到第三节 阿吉的手感持续发烫 三分拔起来就有 梦想家把分数扩大到双位数 特攻跟进去烈士也持续扩大 让梦想家大逼轻松在进去内抢分 但在跟格瑞被卡位的过程中 被手中K到嘴巴当场大爆血 我打在嘴巴上 可能有流血 大逼高婆凯被迫提早离场 少了防守一大战力中心 却没有好好把握 没有把比数拉近 梦想家以88比74赢球 送给特攻十个大火锅 阿吉三分球转起来 拿下全队最高的22分 还是有自己的企图心 然后才会打得比较顺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吧 然后就是 能打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 梦想家首场就展现竞争力 在主场打下首胜 全新梦想家用胜利证明 今年的补强是来真的 静新闻组合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